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鱼儿的AI技术学堂 众所周知,米金里是非常有名的AI绘画网站 它却不可以的,但是它却不可以免费试用 而且它的命令参数还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那么新手朋友们学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 所以今天小鱼儿给大家推荐六款好用的在线绘图网站 那么对于我们刚刚学绘图的新手朋友们可以试一试这些APP 首先推荐第一款APP叫Lexca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界面也非常的简单 这下面是社区展示的一些图片 那这里我们只需要用一个谷歌邮箱的登录就可以用来绘图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生产 我们这里用GPT生成一组描述词 那我们直接粘贴这个提示词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这里我们先登录一下 好,我们开始把提示词粘贴上来 那可以看到这个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这里是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这里是一个负面提示 就是说你不想要画面里面出现什么了 你可以输入到这个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选一些环境 情感绘图元素 配色方案 根据自己做图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 那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画布的大小 你的长宽比 比例 那直接点击生成 X看它是可以新手可以免费 可以免费试用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生成出来的图片 在这里是我们历史做的一些图片 是它的一个订阅计划 接下来呢 第二款绘图网站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也是可以免费试用 我们点这个按钮 我们就看得到 这个是它的一个界面 这里呢 是它绘图的一个界面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输入一个提示词 这里直接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这里呢 它还可以有一个 以图生图的一个功能 那可以看到呢 它可以放大 还可以进行一个面部修复 在这里呢 是输入提示词的地方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把提示词粘贴进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图片的一个尺寸大小 做图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这里呢 我们还是需要先登录 登录之后 我们再来输入一下我们的提示词 这里不需要输入一个参数比例 我们直接输入一个描述词就可以了 再选择一个比例 16比9 那这里呢 直接选择一个生成 那可以看到 它也是帮我们这里 做的是五张图片出来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我们再试一下 以图生图 那这里我们要点击 这里上传一张图片 那我们这里粘贴一个提示词 直接把它复制到这里 我们来点击生成 那这里图像的数量呢 我们可以自己选 选择三张四张都可以 这里图像优于提示的程度 我们点击生成 可以看到生成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有那么一点点相似 但是呢 图片还有待去提升 那这个是用提示词生成出来的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第三款AI绘画软件 这个APP的名字呢 叫getmgai 那主要是用于创建和编辑带有文本的一个图像的一个AI工具 我们直接点这里 开始免费创作 都是需要先登录一个账号 那所有的一个AI呢 我们都需要先登录才能使用 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界面是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呢 就输入一个提示语 那我们还是输入刚才的这个提示语 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选它的一个绘画风格 那还是一个动漫风格的 这里有四个可以选择 有三个可以选择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动漫 就在那边 都可以去那边吧 这里是一个像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尺寸大小 还有一个图片的数量 也是可以选择的 一张 那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 也是刚刚的新手朋友 也是有一个学分的 画一张图来也是需要几个学分 那我们直接点击生成按钮 这里我选的是四张 可以看到它快速的正在做图 这个漫画风格的看起来还不错 换一个风格试一下 可以看了只需要四个学分 这一个绘图 换一个风格完全就不一样 那这里呢 它还是可以有一个 以图生图的一个功效 一个图像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 把我们的图像拖进来 那我们把提示书进来 这里选择一个尺寸 再选择一个数量 数量我们可以选 先选两张 那我让它以图生图 我们这里点击看一下 效果还行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是以图生图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四款绘图转件 那么这款APP的名字叫 BlueWelllow AI 那它也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同样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描述词 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 你看生成一个图像 那输入下面的提示语 就可以免费试用 我们还是用这个提示语来试一下 我们再点击去使用 这里还是需要我们先登录一下 那这里我们登录一下 那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免费计划 以及其他的一个订阅计划 那可以看到它 根据我刚才的一个提示语来 正在生成一个图片 效果还不错 这个AI可以看到 在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版本 这里它也是有好几个版本 有A2.1 还有一个V5 V4 那这里可以输入一个否定提示 就不想出现的 你可以输入到这里面 还别说这个AI生成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那我现在换一个模型 再做一张图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在飞速的生成当中 那在这里也生成了一个图片 要花费0.99学分 它是有一个学分送给我们的 真的还不错 这个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那我再换一个提示语试一下 换一个模型 那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图片的一个尺寸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 你看它有9.01个学分 那我们可以免费试用 可以生成10来组图片 我们是一个高的 一个品质细节 那图片我们选择两张 就一张吧 节约一点学分 那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的品质不同 它花费的积分就不同 你的选择的品质越高 我看一下选的越高 这花费的积分 学分就越高 那我们试一下这个高的 来开始创作 小鱼发现这个绘图转件 做出来的图画还可以 那这里还有两个APP 要给大家推荐 所以这个视频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看到这里 记得订阅一下 小鱼AI技术学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给大家讲 第五个绘图转件 那么这款APP的名字 叫一个firefly 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 来输入一个提示词 那还是刚才这个提示语 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里 直接生成 那可以看到它正在生成当中 那这旁边可以选择一个长宽比 这还可以选择一个视觉强度 那这个也可以以图生图 上传你的一个参考图片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效果 光源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现在的AI不得不说 越来越人性化了 那可以看到 我就一个提示语 生成出来的效果 还不错哟 那可以看到这个 社区里面生成出来的一些图片 那大家都还可以去学习 它里面也有一个提示语 比如说我们想生成一个类似的这种图片 那我们就可以去复制它的提示语 那这个它除了可以文字生成图片 它还可以生成一个填色 还有文字的一个效果 这个APP的功能还挺强大 生成式重新上市 它还可以增强画质 需要的朋友可以多去看一下 最后一款APP 就是一个Nellado AI 这款小游是经常讲的 我们直接也是要先注册一个账号登录进来 我们每天有150个积分 可以免费画实来组图片 那这里我们也是直接点击开始就可以 这个页面非常的简单 适合新手 直接在这里输入一个提示语 在这里选择一个图片的数量 这里选择一个像素 这里选择一个比例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模型 它也是升级了很多个模型 选择好了一个模型之后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生成 那可以看到生成这个提示语 生成这一组图片只需要三个积分 那么新手朋友每天有150个积分 基本上如果说你的绘图量不是很大的话 那是够用的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生成就可以了 那不得不说呢 那艾拉多在生成图片的时候 往往会给我们一些惊吓 那可以看到这个手 这个没手了 再看一下这一张 它的手伸到这个外面来了 可能我们的提示语不够详细 这个大家要去慢慢的去琢磨研究 拉多它也是可以以图生图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可以点这里从图像到图像 这里我们开启了之后 直接上传一个图片 上传之后呢 根据这个图像来生成一个类似的图片 这个以图生图 我们同样点击这个开始 那可以看到它在快速的做图之中 那么今天六个绘图工具 就给大家全部已经讲解完了 你更喜欢哪一个APP呢 可以在下面给小鱼人留言哦 那么大部分的这几款AI软件 大部分都可以免费试用 新手朋友们可以先去尝试一下 那最后给大家提一下米吉尔利 米吉尔利呢 因为它是一个付费版本的 但是做出来的图片 效果却是不一样 米吉尔利做图它不会像雷安拉多一样了 出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虽然说米吉尔利收费比较昂贵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一个月要30刀 如果我们新手朋友们想用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便宜合租 那么一个合租链接呢我也会放到描述栏 包括今天呢小鱼讲到的所有的一个AI绘图软件呢 我都会放到一个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找链接 那么经过今天这几个APP推荐 朋友们相信你们画图就不用丑了吧 那接下来呢那所有链接呢我会放在描述栏 想要创作图片的朋友们 赶紧去试试吧 如果说你也想要学习一个AI赚钱 你要想学习一个AI做视频 那么你们还可以看小鱼的其他节目 今天这期教程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